回到新的现场我们的关注是台北市内湖康宁医院护理之脏 昨天凌晨三点多惊传有意料暴力事件 这是一名著名的砸手过了探视时间 想要入内找亲友 但是被护理师阻止 没想到对方不听劝 还动手殴打护理师 造成护理师的头部红肿欲亲 路过同人赶忙报警 那么嫌犯已经到案 全有警方今天办当中 护理师的脸从额头到颧骨 都能明显看到一大块红红的伤口 不仅如此就连后颈部 也有两道长长的抓痕 他是康宁医院护理之家的护理师 18号凌晨值班却无端遭著名家属攻击 他突然间打过来我也措手不及 因为我本来想要逃出去 其实我就在门口那边附近 但是他太突然了 所以我也逃不出去 然后他离奇有那么大 时间回到案发当天 监视器清楚拍下 金法男子从电梯走出来后 就直奔病房 国没多久 另一名照护员慌张的冲出来 要警卫赶快报警 这时动手的嫌犯已经趁戏跑掉了 门口那边一直打打打打打到厕所 最后是有同事过来 常扶我出去 然后他才停止没有再打 动手打人的嫌犯是灵性著名的侄子 因为过了探视时间来到医院被阻止 净失控的呛瞎 这边又不是中国随后把人推到病房内殴打攻击 时间更长达了五分多钟 只要上到夜班我就会害怕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还蛮可怕的 要把他当成现行犯 直接拘役 直接拘留 副院长气的痛批实在是太过分 护理师的心理到现在都还是很恐惧 已经报警验伤提告 嫌犯目前已经到案 只希望医疗暴力不再发生 记者台北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